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命脉就是煤炭 这一掐住他的脖子 接下来 恐怕连金正恩都会变瘦 因为真的蛮惨 因为煤炭是他最动的出口的一个产品品项 也因此金正恩说要抵制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禁运的决议 所以他不排除接下来要对于南韩会有进一步的更激烈的动作 他是用踏平这两个字 陈老师你看狗急跳墙会有动作吗 我觉得金正恩呢 他现在是考虑了很多 因为过去呢金正恩放什么狠话 薄炭会就更狠的话回过去 但现在薄炭会不敢讲 没听到薄炭会有什么回应 这表示他自己自身难保的时候呢 他就不想再回应了 这个事实上呢很多人觉得南韩的现在运作 很多都出问状况 就是因为这个中书无主 中国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中书无主当然天下大乱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薄炭会呢 他现在已经陷入一个 他自己自身难保 自身难保的陷阱 而且是他闺蜜所造成的 造成全世界都对他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够认同 但是他现在很难做什么大回应来 那么这个金正呢 而且金正呢 他也不希望帮这个薄炭会解决危机 因为解决危机 你觉得他动手或真的有动作 就是给薄炭会搭个桥 一个机会 就给他做 所以他帮他现在 薄炭会不进来不讲话 他继续讲他的狠话 没关系 但是他决定不会动作 他永远是在玩战争边缘游戏 因为把这个 假如真的这个动武的话 或者入侵难寒的话 那薄炭会正好来利用这个机会 就把自己的绅士搬回来 那么对南韩有利 那对南韩有利 对他不利啊 他当然没有需要去帮助南韩 另外呢 他也会解决危机 那么薄炭飞弹 这个说不定就不需要部署了 因为北韩不知道是 美国韩国就没有理由部署薄炭 所以说不让这个南韩有机会呢 化解他内部的一个 针对薄炭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这也不是北韩所乐见 所以赖老师 基本上还是 仅止于38度线以北 他自己在叫的部分吗 这一次 因为现在叫 南韩还没有人跟他回应了已经 其实他没有能力去攻南 对 他可以造成韩国的一些伤害 但是他自己本身 也一定是受的伤害更重 因为两边的军力 跟中和国力相差太远 金森放很快不是第一次 核式也不是第一次 他每次都这么很凶的话 后来没有动作 他已经完全没有公信力了 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比较忧虑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核武的能力到底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核武的能力 已经到可以投资下去 那这个麻烦就真的大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些很多的 比较正规的战略家 对川普都很有意见 就是说你应该要真正的重视的是 朝鲜的就是北韩的 他本身的核武能力到底有多少 这点一定要处理 因为这个时间一直拖下去的话 对金正恩是越来越有利 也就是说我的综合国力比你差 我的常规部队比你差 但是我只要有5到10枚的核子弹 那不得了啊 一个核子弹一个首尔 你看伤害有多大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杀伤力 好 这一次的经济制裁 事实上是力道是蛮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双轨 双轨的意思也就是说 而重点是中国跟他们开了三个多月的会 联合国让中国也点头同意 是 因为这个草案后来是中美提出来的 又花了82天 那本来是美国坚持要对于这个金正恩 要实施制裁 对 中国大陆觉得说 你不可以对金正恩一个国家元首实施制裁 所以中美之间有很多的较量 那经过82天 最后的一个磋商出来的这个版本呢 中国大陆是说 那只能在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来做 那中国大陆也反对美日韩三国 再单独的加码 他们反对 如果你加码 中国大陆是不买单的 好 那他们的制裁的方式是这样子 本来在2015年的时候 朝鲜北韩它出口的煤炭到中国大陆增加了15% 所以有增加 那现在呢要减量 从大概是1850万吨左右 要减到750万吨 但是它是两鬼 一个就是说 一个因为价格会变嘛 煤炭的价格会变 一个是那个标准价 就是4.008亿美元 然后一个就是750万吨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输出给中国 或者输出去的煤炭 达到了4.008亿美元 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买了 那或者是说 还没有达到4.08亿美元 到750万吨的时候 那也不能够再买了 是 所以它是双轨在做 另外对外交人员设限 外交人员的话 例如说要减少在联合国的这个 朝鲜驻联合国的外交官的数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对于外交人员只能有一个账户 一国一个账户 那这样的话 对你的金钱的流动 做严格的监看 所以这一次的制裁 事实上是力道是蛮大的 力道够强的 不过我想问一件事情 陈教授 因为你知道金正恩 我们这节目讨论他 他也算是我们的主角之一了 从开播之后呢 经常会被拿来当做话题 我们也看过他 各种恐吓的言辞跟手段 那基本上他在讲什么 我都身为一个 就是谈这个话题的一个主持人 我都觉得他只是叫一叫而已 那有点就是让大家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南韩的人 住在南韩的话 听到他这样放话 可能已经没有太害怕了 没感觉了 也没什么感觉 那反过来看 住在北韩的北韩人 又怎么样看他们的领导人呢 因为这让我想起来 以前我们小时候 小学写文章的时候 就是要反攻大陆去嘛 解救吃香蕉 跟水生火热的大陆同胞嘛 小学我这样写可能会相信 我同样的作文题目 我写到高中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写的内容了 北韩人听他们自己领导人讲 讲到现在还在脸皮大皮南韩人 我到现在没有见过一个北韩人 但我听过了中国大陆对北韩人的描述 怎么说 中国大陆很重要一个 也智库的一个副领导啊 他说他见到 有一次见到四个北韩人 北韩人都是学术机构 政府的政府机构 来到来到中国大陆 他们吃晚饭的时候 北韩人感动了流泪 他没吃过那么好的菜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大陆就开始觉得 你们怎么搞的这个革命了那么久 连这点好菜都吃不到 我们中国大陆早就吃好吃大菜了 结果他们就要寄予同情 认为他们一直没有改革开放 这是让北韩人才陷入这种生活 应该学下小平同志 所以说应该 其实小平同志确实要求北韩做改革 北韩呢就是最多搞个边境的一个贸易开放 所以说他们大陆 后来有一次他们到北韩去访问 就是中国大陆学者 这个智库的部里 还带了几个人去访问 就想见这四个人 有三个不见了 三个里面一定有人告密 一个人见到了 流泪能见 三个流泪的大概都不见了 所以说可怕吧 你在这边一定 你四个人里面 看起来有四个人可能都流泪 但另外一个是假流泪有可能 所以说有一个人就才在见到了 但另外三个他们说被调走了 调走就是不见的意思 这是北韩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北韩多么水深火热 但从这点来看 中国大陆现在 确实水深火热 中国大陆的领导也好 这个干部也好 学者也好 显然比北韩的人 他们的Counterbar 就他们的同样的同级的人 幸福多了 这真的是不在其中不得其滋味 真的是 我们来看这个已经曝光了一个录音档 这是金针不断呛响的对象 南韩 南韩现在陷入了trouble的状况 就是蒲警惠 蒲警惠 这段录音档 我们来看一下翻译成文字之后 前总统府的秘书郑虎成 他转述崔顺石 也就是蒲警惠的闺蜜 讲的话 他说崔顺石女士想要知道 工作什么时候完成 为什么做那么慢 他希望赶快做完 回答话的是谁呢 不是别人 就是南韩的总统蒲警惠 对 请麻烦告诉崔女士 这个事情在这个礼拜一定会处理好 后来崔顺石又问 现在做得怎么样呢 那总统府的秘书就说 我已经禀告总统了 崔顺石还用这种口气喔 听见这种口气 这是南韩情报局 对外的影音档解开来的 他说崔顺石就再问 为什么他还没做好 给他压力 叫他后天之前能够完成他 所以有人说 居然他的闺蜜跟总统讲话是 像皇太后一样在后面命令 不只是垂帘听证 而且是直接指指点点 所以有人形容 普京会根本就是一个傀儡 我要问一下王峰大哥 历史上的事件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傀儡 总统或皇帝 而且通常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好像有点像仲邪或被下了鼓一样 听一个闺蜜的所有的命令 会听得如此符符帖帖 我们中国古代只有 侠天子以令诸侯 是 对不对 或者是小皇帝 小皇帝 然后一个奸臣 奸臣设政 然后就 等于就挟持他 可是我觉得这个胡锦惠 他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说 他的命根子被抓住 他的命根子被抓住 虽然现在没有任何具体 然后全面的去披露 这个命根子是什么 不过我看到三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崔顺石的爸爸 控制蒲警惠 控制了十多年 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打报告回去 换句话说 美国人非常清楚 崔顺石这父亲 跟蒲警惠之间 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个亲密关系 到底到什么程度 现在是一个问号 那这个我认为是命根子之一 命根子之二 就是说四月号事件 四月号事件 那一天发生的时间点 刚好是崔顺石爸爸的忌日 那为什么那么臭巧的时间点 然后呢 蒲警惠又消失七个小时 那这个七个小时在干嘛 在做法 在拜拜 或者在做什么不能够曝光的事情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好笑 你说要到秘鲁 那到秘鲁 那我想任何 包括宋楚瑜到秘鲁 也不会去买三百六十颗 这个威尔钢嘛 说会自高山镇 去秘鲁几天啊 三天四天 一天吃两颗好不好 八颗就够了 为什么要三百六十颗 换句话说 秘鲁之行只是一个借口 那这个借口的背后就是 三百六十颗威尔钢 对一个单身的蒲警惠来说 这是不是命根子之三呢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他之所以被人家弄成一个 好像是傀儡或者是木偶的形象 就是说他背后的那个命根子被掐住了 而且这所有东西就是有崔顺石知道 而且如果有一天崔顺石写一本回忆录的话 这南韩的宫廷剧恐怕不是一般编剧 能够编得出来了陈教授 要找很多工兴记的那个电视剧一起来 不过这件事情也让大家发现 原来南韩的政商结构 或者是他们的宗教的信仰 会是如此的复杂 或者是如此的坚韧 我想这个这个次事件呢 有好几个就是邪教是一个问题 而且崔顺石的父亲就是邪教的老板 那么崔顺石呢又能够下天子 不只是下天子 他就直接命令天子 先把那个调义可以当做欧皇帝 那么再加上崔顺石本身的精神 那个精神的忠语 才能够成功的 到第一次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